就在全球的电动车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呀 小日子那边竟然集体站出来反对全面电动化 就前段时间小日子的车展上面 丰田汽车的社长丰田张南就公开喊话了 哎呀存电动车不好咱们要底子 马自达呀本田呀林木啊几个小老弟在下面鼓掌支持 按照丰田大佐的说法呀 离电池的原材料比如离矿链骨都是不可再生资源 你开在这玩意儿做汽车和直接烧石油有什么区别呀 而且你给电池充电这电从哪里来呀 目前来看还是得通过烧煤发电 煤矿嘛也是不可再生资源 而且烧煤发电同样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 所以啊全面电动化意义不大 啊我们应该搞混动车或者轻能源车 你要让我说呀谁都能打环保这张牌 唯独小东洋不配 你呀福岛核废水直接往大海里排的人 啊也有资格谈环保呀 你说咱往大气里排点二氧化碳 啊那是不好 可能多少年以后影响人类生存 但如果都像你这样直接往大海里排核废水 那人类明天就得挂掉啊咱把客套话说一说啊 大佐们集体抵制蠢电车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还没上车呀 目前日系品牌里啊没有任何一家有成功转型的电车 你像李牧啊是印度市场占有率最大的车企 到现在还在闷头搞轻能源车 最近和印度最大的养牛厂合作啊 探索从牛粪中提取天然气的黑科技 马自达作为小老弟就完全没有主见 表示先看着啊 等电动车全球销量达到40%的时候再做决定 武士林的CEO啊片上大佐就表示自己很懵啊 谁来给我个答案 到底是搞轻能源还是搞电动车呀 俺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呢 看着这些憨憨小老弟啊 作为日本汽车协会的大哥 丰田大佐大手一回 我们要团结起来抵制全面电动化呀 看上去很有精神啊 但问题是你是汽车制造协会 不是汽车消费者协会呀 你自己爱造不造呀 你管不住人家买不买呀 电车这场革命呢 说白了不是环保问题 而是经济问题 你仔细想想呀 汽车那是多好的产业呀 能提供庞大的就业岗位 能带来巨大的出口利润 凭啥让小日子和三得子来搞呀 美国是制造业回流 最近身子有点虚 那重新提振汽车行业补补肤 中国是产业升级 哎 以前想搞 没本事搞 现在腰板硬了 当然要坐车呀 所以这两位大哥 牵头掀起了电车革命 并且当场瓜分了全球七成市场份额 这时候你说你要抵制电动车 那不是有精神 而是有精神病的 因为中美不仅是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呀 你小日子坐的车 还是得往中国和美国卖呀 你像中国 就算不出口吧 自己的那些市场 都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电动车产业链 说白了 中美这一趟 就是把日得的汽车产业份额给抢过来了 不是和你商量 就是明强 丰田今年一季度啊 在中国销量下滑了30% 在美国销量下滑了10% 这时候你说 我反对这门气势 那谁搭理你呀 对于日本来说啊 这当然不友好啦 小日子如今就剩下汽车 这么个撑冷面的产业 全日本8%的劳动力都从事汽车行业 这要是给整死了 那真就只剩下多当步了呀 但小日子脑壳最不好使的地方就是 找不清自己的定位 一直觉得自己是大哥 能引领世界潮流 当初啊 孤注一掷搞轻能源 藏着掖着不愿意分享混淀技术 以为自己在家修炼一套 亏花宝典就能纵横江湖 结果出门一看 他妈的人家都拿一K了 其实都不用懂啥经济学啊 但凡一个职场老油条都能明白 这年头产业要么跟着中国走 要么跟着美国混 都有肉吃 唯独丰田大佐这种 还想自创一派的搞新和联盛的 哎呀 那注定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谢谢大家